槍械藏水塔躲避查器 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清查射槍對象 发现在南投水里一名灵性男子喜好收藏槍械 由于这名灵性男子呢 他的住家腹地大又警铃公墓是相当隐蔽 因此警方不敢大意出动了20名刑警前往攻坚 持金属探测器来地坦士搜索 最后竟然在水塔内呢 搜出了极为罕见的土耳旗帜散弹枪 还有金牛座手枪 以及各式子弹200罚 大批刑警全副武装鹤枪实弹 在民宅外头埋伏抓紧时机上楼攻坚 民宅内明显还在刑警 刑警不敢大意逐层搜索 最后竟然在水塔内搜出枪械 小心喔 函见土耳旗帜陷阱被层层紧密包裹在防水袋内 嫌犯功夫好到没让一滴水渗入 刑事局中达清查射槍对象 发现转南投水里的灵性男子涌枪刺中 由于住家警铃公墓 银币性高加上附地大 警方出动20名警力持金属探测器 进行地产式搜索 林嫌喜好收藏枪械 查扣了土耳其制限弹枪一支 金牛座手枪一支 及各式子弹200罚 林氏嫌犯以为枪子子弹 在水塔内不会被发现 不料被刑警全数搜出 讯后被依枪暴管制条例 以众承办 借送部纵倒